受害者亲属的证词令人心碎 我18岁的儿子乔舒亚 2010年11月遭到蓄意的折磨和毒打 他被谋杀后 尸体被放火烧毁 而行凶的人本不应当在这个国家 凶手被驱逐出境四次 他有15年的犯罪记录 从事暴力盗窃 他杀我儿子用的枪支 是他两周前盗窃的 他开枪是为了作乐 我女儿克里斯丁苏比娜是被谋杀的 他被勒死 被刺杀强奸击奸 他裸露的尸体在冬天被扔在阳极地里 凶手在1987年作案 之前他绑架了另一个14岁的女孩子折磨他 大多数案件受害者的亲属都指出 如果这些杀人犯被关进监狱 或者被驱逐出境 他们的亲人就会还活着 川普说 执法部门正在迅速行动 将外籍犯罪分子和帮派成员驱逐出境 坏人 我们已经把他们许多人都赶走了 已经达到50%的标杆 我们就要尽可能快地把他们赶走 解救城镇 许多美国人反对川普严厉镇压非法移民的立场 称他的政策造成分裂 歧视 违宪 而且是对美国经济不利 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法院 告诉法官这个法律是歧视性的 我们绝不接受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会使我们的社区更不安全 会导致家庭被迫分开 我们拒绝接受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 托马斯霍曼 星期三告诉记者 不能让任何非法移民 舒服地住在美国 我们必须消除这个想法 那就是你可以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 而隐藏起来没有关系 川普政府表示 有必要采取更为严厉的移民法 来堵住漏洞 犯罪帮派利用这些漏洞 将毒品走私进入美国 招募新的成员 并且肆虐美国社区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